最近天氣溫差大 感冒人數也持續在噴聲 尤其臺灣醫療院所說 最近有將近五成的病童 都是感染了肺炎梅漿菌 包括日本疫情 現在也來到歷史新高 週一才剛上工 診所內就擠滿人潮 好多小朋友都感冒酷酷嫂 只好跟學校請假 來找醫生報道 小朋友神情痛苦 真的好想哭 不僅發燒 食慾不振 還咳個不停 病成了好久好久 可要小心 有可能是感染肺炎梅漿菌 我們最近看到不少 病人咳咳咳得很嚴重 一聽有肺炎的聲音 所以這也顯現 就是說梅漿菌 在我們的社區 很大的一個流行 不只臺灣開始大規模 在社區流行 就連醫療院所住院的病童 也有將近五成 檢驗出肺炎梅漿菌 日本同樣也出現 大規模感染潮 梅漿菌的患者 連續六週增加 近兩週還創下歷史新高 就擔心病情再從境外帶入 染疫人數持續攀升 幼稚園就三天兩頭有人感冒 對啊 了解了解 去接放學一走進去 就到處 每個都在 咳嗽 然後流鼻涕 那學校有很多人感冒嗎 蠻多的 再加上臺灣氣溫奏降 日夜溫差大 秋冬感冒季來臨 生病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不過可要小心了 因為肺炎梅漿菌 沒有疫苗可打 抗藥心又高 再加上還有重複感染的風險 反而梅漿菌因為沒有疫苗 所以一直上升 這個是一個時代的演變 所以我想可疫菌的將來 這個梅漿菌會越來越多 就連醫師也示禁可別輕忽梅漿菌的威力 建議民眾有感冒症狀 還是得及早就醫 避免肺都白了一片 到最後慾苦無淚 記者江澄雲 陳英榮 鐵報道